财经天下现在播报 财经天下是由老杨到处说和加美财经 联合制作的一档财经节目 谢谢大家的观看 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个节目 首先我们来谈谈今天的药文 今天的药文大概有三条到四条 一句话 今天的药文包括中国的防疫策略转向 宣扬新冠病毒的病例 致病例大幅的降低 政策一变方向完全不同 中概股大涨 创历史最佳月度的表现 潘石屹夫妇已经将大部分的财户转移到海外 在纽约成功的置业 那么更多的精彩的财经药文 我们来进一步做详细的解读 首先介绍还是美国亚洲 还有中国的股市的简报 关于股市的简报 我们首先关注的是美股 美联储主席的讲话 刺激了美国股市周三的上涨 当地时间11月30号的收盘 美股三大指数大幅收涨 标普500指数涨3.1% 道指涨2.2% 纳指数涨4.4% 中概股普遍增长 中国金融指数涨9.2% 暴涨 11月后42% 42.13% 创下有史以来最大的单月的涨幅 那么12月1号也今天 亚A股的三大指数集体高开 这之后涨幅缩小 截止收盘负值涨0.45% 深圳城值涨1.4% 创业板指数涨1.53% 两市合计成交破万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 今天的北向资金净买入114.5亿元 刚刚过去的11月 北向资金合计购买超过600亿元 意味着中国的重庆开放信号在强大 外资正在加仓中文的资产 今天的港股收盘 指数大幅高开回落 横整收涨0.75% 科技指数收涨1.08% 那么第二点 今天的市场热点的介绍 12月1号 根据环球时报的报道 近日一项关于来自中国国内团队的验证性 科研的数据显示 相较新冠病毒的原始病毒和随后出现的其他变异株 奥密克隆的变异株的致病率 呈现几何急速的下降 五大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任兰科 在接受访问之说 我们对奥密克隆不必过于恐慌 对普通人均来讲 在疫苗的保护下 新冠病毒的人体的外星已经大不如以前 这好消息 11月30号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卫健委座谈会上表示 随着奥密克隆病毒致病例的减落 疫苗接种的普及 防控经营的积累 中国疫情防控面的新形势 新能够要人民为中心 防控政策持续优化 鼓励专家继续换为专业优势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献计献策 11月30号的2023年 中国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展望交流会上 高盛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陕辉 一级中国经济增速降到今年的3.0% 增加明年的4.5% 增长动力来自销汇 高盛维持中国的明年第二季度开放 疫情防控的判断 第四 之前被网友调侃跑路的潘石屹 这回可能真的跑了 彭博社说 收复中国的创始人潘石屹和妻子张欣 将把大部分的财产转移到海外 在纽约成功的职业 熟悉人士说 收复的创始人拥有纽约地标建筑 通用大厦20%的股份 这座楼是美国最有价值的办公大楼之一 价值约32亿美元 物业记录显示 潘石屹夫妇在2011年买下了公园大道 一座楼房的49%的股份 这座120万平方英特大楼里面的 摩根史丹尼等公司商用的柱楼 彭博社也报道 知情人士说 在苹果等美国客户的推动时下 台积电位亚利桑那州 耗置120亿美元的新工厂 2020年投产时将首先提用先进的 4纳米的芯片 当地时间的11月30号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布鲁金斯学画表的讲话中表示 即使抗击通胀的进展尽管不入人意 但未来可能会较小幅度加息 美联储最快的下个月就能缩减加息的规模 但是他同时提醒 货币政策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限制性的水平 直到通胀方面出现真正取得进展的迹象 根据资商署的数据 美联储约有65%的可能性 站在12月份加息幅度下调至0.5个百分点 第七 在经历的上半年的低迷 那么美联国的经济的发展市都使用参半 商务部的公布的11月份的数据显示 通胸和通胀调整的国内生产总值按照连绿计划增长2.9% 给之前报告的初值增长2.6%相比 反映了消费者和企业支出的上调 而个别的关键指数 在第三季度国内的收入总值0.3的速度增长 上个季度是下降了0.8% 而关键这两个数据 是美国商业周期策定委员会进行衰退预期的重要参考指标 而当前的数据尚未预计美国已经进入衰退 第八 裁员潮正在向美国媒体行业蔓延 CNN有一份发给了员工的内部备忘录显示 老板克里斯利赫特通知员工CNN的裁员也正在进行中 第九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沙利文星期四表示 美国正准备对朝鲜设施新利润的制裁 因为朝鲜正对于被禁止的导弹研发工作 暗示还可能进行新的核试验 来进行一个投资风向标的分享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周三的演讲中表示 美联储放慢加息速度的时间可能落在下个月的议息会上 虽然之后的讲话还强调会继续加强和加息 保持历历顶点的一段时间 但是即将放慢加息的言论让金融市场重回审慎的乐观 那么今天的讲话给软着陆的可能性带来了更多的希望 这是很多媒体很多专家的看法 不过也有人警告 2023年年初的股市可能会再次承压 即使美联储停止加息 也将继续通过持有债券来收紧货币政策 而经济衰退将损败企业的收益 企业的业绩将成为未来几个月的拖累股市的潜在的因素 那么有些数据显示 有分析这预测标普500指数成分股的公司的利润 明年将增长5.5%以上 但很多投资者认为这个预测是不现实的 在预测美联储政策转向的时候 过早的行动很危险 在美联储开始降息之前 股市通常不会触底反弹 另外美联储的政策是否会让美国经济真的陷入衰退 而经济衰退什么时候会到来 这几个判断的依据也很重要 总之各位在美联储没有明确停止加息 大家还是谨慎的行动为好 那么进入我们今天第三个重点资讯的解读 至于上一周大规模抗疫风波之后 中国政府的防疫政策的态度突然转变 让观察人士对中国取消清零政策 又充满了希望和期待 政策多变有意思 有人说这种转变是显而易见 在中国政府又出台优化防疫二十条之后的两周内 动态清零在中共的公开的文件中出现的频率有所下降 疫情发布上官员的延迟也逐渐的起予明显的缓和 12月1号环球时报报导 那么刚才已经谈到来自国内团队的印证性的研究数据 显示相较于新冠病毒原始毒株和随后出现的其他变异株 奥米克隆的变异株的致病例呈现几何急速的下降 几何习数 那么尊尊兰昨天的卫健委的座谈会也表示 随着奥米克隆致病例的减落 疫苗接种的普及防控经营的积累 中国疫情防控面临新形势新人物的关枪 他强调要以人民为中心 防控政策要持续的优化 那卫健委呢 有个发言人也表示过 要避免过度的限制减少不变 并将防疫对争计和公众的压力降到最低 这当然随着官方论调的转变 中国一线城市已经开始逐步放宽防疫的限制 为其他城市提供了样板 比如北京最近的群势范围内取消一些核酸检测点 缩短了很多检测点的工作时间 北京市还在微信上推了一款抗原检测应用的程序 允许大家上传在家里面的快速的检验结果 暗示有一种可能性 也会出现某种程度渐进式的改革 广东省也表示 否则一定条件的密切接触者可以留在家中 无需前往集中隔离设施 北京的小区允许家居民居家隔离 广州昨天多区发布通告 放宽防疫措施 部分区域解除了全区的风控 种种迹象表明 当前中国的防疫策略的调整的方向 这跟之前宣传的坚持动态清零却不放松的态度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保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张志伟 他表示 过去几天最重要的进展是 中国开始就动态清零政策展开辩论 对动态清零政策的公开辩论 对中国是至为重要 因为重新开放的路 可能很漫长很坎坷 但是中国需要保持言论的开放 与增强公众对政策的信心 而避免政策出现的扩误 那各位 防疫政策的转变将直接的刺激经济和股市 有关方面的专家表示 很明显当局正在为放宽新冠疫情措施做准备 使得中国加入了跟病毒共存的队伍 股价将得到明显的提振 纳斯达克金融中国指数 十一会飙升42% 市值增加了2050亿美元 香港恒生指数周四早盘上涨于1% 内地股市的基准 附深300指数也出现了技术性的上涨 经济从此概念股的反弹 有关行业的研究 彭博社也研究 澳门的博彩业指数 升至2月会以来最高点 赌客也开始摇摇一坠 开始蠢蠢一动 国际货币金融组织也认为 中国爆发的抗疫事件 可能会在短期内影响经济活动 但对防疫政策进行重新调整后 有望使经济增长在2023年逐渐的回升 但是也要注意 取消封锁限制这个政策和时间 存在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多数分析人士认为 实质性的转变只有在明年三月 或者两会之后才会出现 而随着每天的橄榄人数 创建了新的记录 疫情的严重重度可能也达不到 不得不采取 更进一步严格控制措施的地步 不能够和世界接轨 不能玩自己 闭关锁国 或者自主限官这样的防控措施 而这东西持续下去 中国的经济很难承载它的损失和沉重 财经天下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未经济之中 未经济的火灵